百年老店创新菜脯,天后古庙,内有乾坤 老字号转型吸引年轻客,即香港大城小区的旧城中环及深水部项目后 日前,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式展开西九龙地区旅游推广 范围覆盖油麻地、佐敦和西九文化区一带 活动当天,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陈鼎一表示 香港旅发局通过对区内历史建筑、老字号等的活化改造 鼓励旅行社研发深度旅游产品 致力推动香港本地旅游业发展 将香港的一些特色,新和旧,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一起 亦有很多地标或者地点,是一些很多年轻人会忠于打卡 我们这个西九龙的大城小区不是说只是一两个礼拜或者两个月的一个program 我们是做的会是一个长清的一个项目 也都会是一路会是作为香港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来去推广的 位于关冲街街市附近的酱料店廖子记,坐落于佐敦明街的小巷中 上世纪二十年代成立至今已近一百年 现实已由第三、第四代人经营 主理人之一第三代传人廖泰表示 店中的招牌酱料、腐乳、秘方、材料多年来没有太大改变 只为吸引回头客 最近,百年老店推出多款秘质酱料 用传统俘乳酱代替知识烹饪创新意大利面 收获年轻人的欢迎 一度成为网红爆款产品 同处在转型期的还有位于油麻地上海街的祥盛弹香善装 善装第二代掌舵人罗叶强说 今年80后、90后的年轻人开始接触项目 店中也时常举办体验工作坊 希望此次的活动能够带动更多年轻人了解香港的传统手艺 因为油麻地上海街都算是一个老区 老区当然以前是一个很繁盛的街道 比尼敦导环要繁盛的 但是始终会老化 现在只剩下一些比较旧式的店铺 在上海街 我们都算是越来越少之下都遗传了下来的老店 当然我们都很想多些人去认识香港的文化 尤其是这些都属于我们香港以前的生产来的 希望多些人知道我们以前香港有什么出品 作为香港法定古迹的油麻地天后庙 也在2020年被活化为一间创意自助书店 店中陈列香港文化飞衣展品的同时 也为游客提供专业书籍和文创产品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它是一间免费的书行 是一间私宿来的 当时也是以传授知识为主 所以在去年我们希望活化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找回这个初心 就是以传授知识的方法 所以我们想到做一间书店 大家可以在这间书店里吸收一些他们想要的知识 据香港旅发局介绍 位于西九文化区内的M家 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将于2021年年底至2022年陆续开幕 这两个世界级博物馆 将成为香港艺术文化和旅游的新地标 也将使西九龙地区备受关注 未来旅发局将继续推动地区深度游 带动本地旅游气氛 刺激经济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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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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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